今天是政府運用公約菜館 營餘分配基金 為託財團發營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理燈醉沙輪 辛辛中愛家 立時照顧中心 近今在白海花 社會福利大老規模 立時照顧中心的 這些小型作業所 都不是大型的建設 但是對老實家庭 有很大的幫助 政府這幾年 增加社會預算 希望讓辛辛中愛家 在地作業 在地樂活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送去既果 也不是說只有在家的 我們讓它有一個機會 來到我們的日間照顧中心 或者是小型作業所 我們什麼叫小型作業所 就是它可以一些比較 輕度的 中度的 它可以來從事一些手工 從事一些作業 那我們小作所到目前為止 這只有這兩年 我們已經成立了12所的小作所 今年還要第13所 很快的要成立 我想執行長都知道 這小作所對很多的家長來講 他覺得充滿希望 本來這個聖辛障礙一般都是 那個私人機構在做 但是在這裡 真的這個偏遠的地區 比較沒有經費 所以往往我們都是靠我們一些 那個人士在贊助 我以前我都來贊助這裡 有贊助過 真的啊 現在市政府來辦這個是很好 因為這個政府啊 當然要照顧比較有意義的 這個做一些有意義的 對我們這些 生愛上心的這些兒童啊 他們要好好的去照顧他們 所以這個蘇市長啊 不僅這個身心災害而已 好老而共托 還有托嬰 托惡 托惡 托惱 照顧到最老的 這些那麼朱立倫的 他的政績是辦得非常成功 非常好 這次新八市政府 運用公益菜館營餘分配基金 在伴侯社會好利大樓 心理棚水沙倫 心心中愛吃 立市照顧中心 在這裡委託財團發言 伊甸社會好利基金回來管理 那尤其在我們所在的 這個北海岸地區的六個區裡面 申臟人口就佔了大概一萬兩千人 但是目前所有的收容相關機構 幾乎都是呈現滿床的狀態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 日照機構的開幕 成為剛剛市長所提的 是我們在未來的很多的 照顧的措施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對無法度的政理比佛工場 也沒有適合政理 養父機關的孩子 那日照顧中心 提供新的三條 提供社區在地照顧 提供新華記事的訓練 記者 本件看林英如 斷水採訪報道 接著